8月4日周月在负热带高压控制下,东北、华北一带的高温天气愈演愈烈,辽宁多的气温连破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北方多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受大范围阴雨和台风云雀的影响。 南方地区高温范围进一步缩减,但是由于雨雀本身强度不强,而且登陆以后减弱,因此明后两天,南方高温还将再度发展。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仍属于大暑节气,也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呃,七点出发2018年8月4日,MP307,38.057-000000,00000016来,自阳广新闻,1点8月3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加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彭克暗号,接受了媒体采访。 王毅表示,双方在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我们明确地阐明了立场,愿意在平岛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下,同美方通过谈判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二,今日,美方在此前公布为中方2000亿美元数美产品加征10%关税清单的基础上,又提出要将征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对此,中方决定将依法对自美进口的约600亿美元产品,按照四大不同税率加征关税,希望美方早日醒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国务院台版发言人马晓光三号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行事的官方往来和真实联系,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挑衅,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新研究论证,国务院决定取消包括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机动车位修经营许可,营业执照座费声明等11项行政许可事项,立国里民的举措。 点赞,5.8月3日,辽营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这是我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单地采取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沈阳市已暂停权势范围的生猪向外调运。 目前,该起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农也农村部指出,病毒不会感染人。 6.深交所8月3日向FT长生高军方,张景等6名高管发布纪律处本事先告之书。 其中高军方,张景为常生生物董事,公告者,金查明,此6人在作为常生生物高管期间,存在为版规定的行为,深交所已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7.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中央财政,2018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235亿元已全部下达, 8.主要用于资助城乡困难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等工作来源。 网络,如果这次所罗门之行顺利,我和梁红的十年旅行就结束了。 张新宇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妻子梁红就坐,在一旁笑着望向她。 张新宇,梁红跟记者分享他们的旅行故事在大多数人眼中。 2008年到2018年,张新宇和梁红的十年近乎疯狂,他们耗尽家财,足迹太变世界的各个角落,从活跃的买鲁木火山到鬼城切尔诺威利,从战火硝烟的中东到风雪漫天的南极,他们甚至还驾驶这一架三十多年前的国产飞机,完成了中国制造的首次环球飞行。 如今,站在十年的节点上,梁红说,之前我们一直被世界改变,可我们走了十年,现在希望可以尽自己所能,去改变世界一点点。 1.8月3日,北京市海电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张新宇等四十人,这大块国电信照片案作出一审判决。 张新宇等四十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三年不断刑拔,并处罚金。 对部分罪行严重的人员并处剥夺政治权利。 据查,2014年9月至11月间,被告人张新等四十人,先后出境至肯尼亚,参加定线诈骗的犯罪集团。 该犯罪集团先后骗取被害人陈某等二十人,钱款,共计人民币一百二十二万余元。 二,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曾历十六年开展食物浪费研究,2013年至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产饮食物浪费量约为每年一千七百万至一千八百万对,相当于三千万到五千万人一年的口粮,爱惜粮食。 从我做起,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三,真得好,极限日报,未经许可长期三次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组建新闻采编团队等问题。 上海市网线班和北京市网线班联合约养,老号极限日报负责人,责令其停止违法违规行为,立即开展全面深入整改。 4点8月3日,四川省纪委检委,就时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了公开通报,问题包括,违规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金骨铅,违规收受理金等,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5,哈尔滨市建制出台政策,全面取消信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事项,诸如我活着等其他证明,将被网网打尽,再也不用证明我罢是我罢了。 6,今日,犹太原飞往重庆的海航HUT056航班,因天气原因,被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航班上的乘客薛某某,因等待时间过长。 情绪激动,潮行打开飞机,应急舱门,随后薛某某被移交公安机关处置,来源,央视新闻,下面,把目光转向国际,一月前,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说,特朗普8月1日,收到了金正恩给他的信件,通信旨在继续落实两人新加坡会晤成果,推动双方兑现在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 特朗普一写回信,将会很快送达。 2,汉斯文神几乎受到每个德国文神师青睐,但由于他们不懂中文,也闹出不少笑话。 为此,德国政府建议制定新政策,要求未来的文神师至少学习三年中文,现在去德国叫中文还来得及吗? 2,来源,本落,3,去日,印度民众吸引蛇节,人们将蛇举过头顶,以此驱邪除恶。 但地村迷着,这项传统节日已有二百年历史,戏兔们从村子里抓蛇,然后为他们礼拜十天,此后再把蛇放归山林。 人工智能识别早期胃癌,这是怎么做到的? 日本研究人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注意注意胃癌识别方法,能以较高的准确率发现早期胃癌。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日前发布公报介绍,分辨早期胃癌与胃炎并不容易。 研究人员决定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深度学习通常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张图像用作学习数据,研究人员选取了早期胃癌图像和正常图像各大约一百招,并对其进行随机截取和数据扩散处理,生成了大约36万张图像。 计算机深度学习大量图像数据后,研究人员用约一万张位用于学习的图像进行测试,检验计算机能否准确诊断早期胃癌。 结果发现,在判断为胃癌的病例中,准确率为93.4%,在判断为正常的病例中,准确率也达到83.6%。 此外,计算机在深度学习后除能判断是否患癌癌,还能致出癌变部位。 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早期胃癌的发现与治疗,他们接下来将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计算机识别的准确率,来源,科学网制之所趋,无远复健,穷山之海,不能信以。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这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一忧日之所趋,无远复健,穷山之海,不能现野,号召广大青年对想做爱做的事要感是感慰,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把理想变为现实, 至之所趋,无远复健,穷山之海,不能现野,与朱青代学者精英的,隔岩连臂,意思是说,至存高远的人,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最终都能到达,即使是山海尽头,也不能限制。 是山川之海,是山川之海,是山川之海,无远夺多么遥远的地方最终都能得到达,即使是山川之海, 海上之海的战场所在发表熟造牧场上的韩献当做叫枠地人去 Ora,